有了 咱的那些 谢谢夏曼兰波安老师精彩的分享 我记得我在1990年代的时候 看老师的书《八代湾的神话》 他后来接受了专访的时候都讲到 他的身体就是海洋文学 海洋文学就是他的身体 透过刚才的分享里面 我们看到的夏曼老师 在整个生命历程里面 踏出蓝语 然后进入到世界 也带我们去发现 语言 南刀语言 它的美妙跟它的奥秘之处 就像老师所说的 就是所有的语言 都是这个星球上面 最珍贵 最宝贵的精灵 它虽然散布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们只要能够保存这个语言 我们就能够保有某种特别的世界观 再次感谢海洋文学家 还有人类学者的 夏曼 兰博安老师的分享 接下来下一位是一个重量级的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从学术的观点 南刀语的研究 到底它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它有什么重要的所在呢 我们在这一段邀请到的是 这个中研院的语言学研究所 李仁葵院士 那李仁葵院士呢 他将台湾南岛语的研究 把它带上国际 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 在台湾所有研究南岛语的 这些学者们 几乎都是李院士的学生 或者他的晚辈 那么他在全世界呢 可以说是最具重量级的 南岛语言的研究权威 那么在台湾他也多次荣获了 包括了像是这个总统科学奖 或者是像国科会的 这些杰出的贡献奖 那么今天老师到底要用 什么样的观点 来带我们去认识南岛语言呢 带我们一起来欢迎李仁葵院士 在1968年的夏天 我到南太平洋的万纳渡群岛去调查 发现他们的数值非常有意思 六是两个三 八是两个四 后来回到台湾调查我们台湾南岛语言的时候 才知道我们的泰雅语 泰鲁格语 日月潭的哨语也是这样子 除此之外 台湾有个平补族 叫做八载族 八载语言 有五进法 我们一般的数值都是十进法 但是八载语它是五进法 六是五加一 七是五加二 八是五加三 九是五加四 那么这种语言在万纳渡 有些语言也有这样的五进法的用法 我还发现 三下语日月潭的哨语 他们的九是十减一 这样的说法 在万纳渡那些语言 我并没有看到 简单地讲 台湾很多语言的现象 在外地有的 台湾大部分都有 台湾有很多语言的现象 反而是在外面 其他的语言并没有看到 那整个南岛民族 都是在海岛上 或者是半岛 遍布于太平洋 和印度洋的广大地区 大约占我们整个地球的三分之二的面积 从台湾向南 有菲律宾 波罗州 印尼这些 马来西亚半岛 人口最多的就是 印尼有两亿五千万以上 菲律宾有一千 有一亿的人口 马来西亚有 多少 也有好几千万人 那整个分布地区 非常广大 从台北台湾是最北边 最南边是纽西兰 最西边是马达加斯加岛 最东边是富贺街岛 这么大的区域 台湾的人口 虽然只有五十几万人 只占所有的南达民族人口的八百分之一 整个南达民族有一千多种的语言 我们台湾的语言只有二十种左右 虽然比例很小 可是台湾的语言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等一下我会说明 简单地讲 台湾跟台湾以外 太平洋 印度洋 很多岛屿上的语言都有亲属关系 南岛民族是一个海洋民族 大约四千多年前 他们就有很高超的航海技术 只花了一千多年 就已经扩散到 目前这种区域这么大的状况 那么底下我要说明 台湾南达民的重要性 台湾南达民 最重要一个特色就是 彼此差别非常大 台湾地区以外的语言 不管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尼 不管是哪里的南岛语言 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南岛语言 差别那么大 这个语言差别很大 表示说台湾南达民族在台湾住的时间最长久 时间最久 也就是说台湾最有可能是南达民族的起源地 就是从台湾开始才有南达民族 那南达民族整个南达民族现在有四亿多人口 有一千多种人 多种语言 都是属于从台湾这个地方起源 然后扩散出去 将近五千年前才从台湾扩散 向南下到菲律宾北部 然后到菲律宾一直下来 刚才看的那个是Belwood的 Belwood是考古学家 他所画的扩散的地图 从台湾扩散到海洋地区的 整个那些岛屿的整个过程跟方向 国际南达语言著名的学者 绝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 台湾南达语言占有举主亲众的地位 底下我简单的说明 第一 诺威的语言学家叫做Dal 1973 1981的书都这样写 台湾南达语言是原始南达语言 最主要的一个分支 他这么说 看那个地图 古南达语分成台湾跟其他这两大分支 第二 美国语言学家 帅德勒·斯塔洛斯塔 1995年 根据语法的现象认为 古南达语言最先分化出来的几个分支 都是在台湾南达语言 其他地区的语言都是比较晚才分化出来的 底下看那个图 你看 古南达语言最先分出来的是卢凯语 接下来分出来是周语 再来是拉阿洛语 这些语言都在南部 然后是乔猫肉就是在关岛跟塞班岛 再来就是干纳干纳乌也是在 现在在这个高雄市的 以前叫三明香 第三位学者 美国语言学家白勒斯 1999年 他根据音韵演变的现象 把南达语言分为十大分支 台湾占有九个分支 其他所有的南达语言 合为另外一个分支 总共十个分支 底下就是我们写这个四大分支的名册 再来第四位我要介绍的是一个 英国跟澳洲的语言学家叫Ross 他2009年提出 根据语法的演变 他把南达语族分为四大分支 盧凯 州 北南 第四个叫做核心语 什么叫核心语 就是刚刚讲的盧凯 州 北南 这三大分支之外 其他所有的语言就合起来 是一个分支叫做核心语 那核心语包括台湾其他语言 以及台湾地区的所有的 一千多种语言 以上各家的分类 他们把台湾南岛语言 看作是差异最大 也是最关键的南岛语言 第三节我要讲 台湾在岛内的扩散的过程 既然南岛民族起源地是在台湾 那当初应该是在台湾先开始扩散 在台湾岛上扩散 然后最后才扩散到其他 台湾以外的地区 从以上各家的分类 尤其是帅德勒跟 Milkamp Ross 认为差异最大语言都在台湾南部 那么台湾最大的平原 也是在南部 就是嘉南平原 南岛民族的主居地 就是起源地 最有可能是在这一个地区 台南科学园区考古遗址 挖出来的很多遗址器物 人骨 他们用的器物 培葬品等等 可以证明刚刚所说的这些话 在台南平原定居以后 南岛民族开始从外地迁到台湾来 以后才开始有南岛民族 人口增加以后就向外扩散出去 第一个阶段 大概五千年前 向东北成为洲族 向东成为陆凯族 南下绕过南台湾的海上 到东海岸去 成为北南族 这个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大约四千多年前 接近五千年前的时候 向东成为拉鲁阿语 以及卡拉鲁阿语 这两种语言 第三阶段 大约在四千多年前 接近四千年前 向北成为太亚语群 向北也成为西部的平部族 各种族群 向西北族群 还有西北族群 还有布农 向南的就成为排湾族 向东海岸成为后来的阿美族 哥马南族跟马赛族 马赛是在大台北地区 其他离开台湾 离开台湾岛南下到菲律宾 一直到往下 再往东往西 这个我们叫 马赛族群 分支 底下我简短说明 最近四百年来的 在台湾地区扩散的这几个族群 第一个 排湾族大约在四百年前 从屏东大武山这一带 向南扩散 再向东扩散到台东 就是四百年前 大约在三百年前 布农族从南投县的信义乡 向南扩散出去 一直到高雄 一直到东海岸 就是布农族 大约在两百五十年前 泰亚群 泰亚群包括泰亚族 跟塞德克 泰鲁国 本来它的原乡是在仁爱乡 南扩散的仁爱乡 然后向北向东扩散出去 现在最北已经到了乌来 东边也有花莲 很多地方都是有泰亚族 或者是泰鲁国族 第四点我要跟各位说明 就是台湾南岛语言 保存最多的古语特征 台湾南岛语 保存最多古语的特征 因此如果要重建 要追溯古南岛的系统的时候 必须使用台湾南岛语言的材料 事实上国际上的南岛 知名的学者 他们在重建古南岛语系统的时候 都大量地采用了台湾南岛语言的资料 包括我就说DAL STAROSTAR READ POLY READ 还有BLAST RUS 等等 WOF 这些国际知名的南岛语言学者 都使用大量的台湾南岛语言的资料 来重建他们的古语的系统 南岛语言的古语系统 南岛语言的古语系统 简单地说明一下 举个例说明 只有台湾南岛语言 保存了小舌音 我们叫K 比如KODOF 太谣话 KODOF 是E 只有台湾南岛语言保存两种不同的T 两种不同的D 两种不同的N 两种不同的S 有大S跟小S 这些分别 在台湾地区的语言 一千多种语言 通通没有这些分别 只有台湾有 好 简单再做一个解要说明 重要的语言现象 在台湾南岛语言都有 台湾地区的南岛语言现象 台湾南岛语言绝大部分都有 反过来 许多台湾南岛语言有的现象 在其他地区的语言 常常找不到 底下我简短地说明一下 大约在六千年前 南岛民族开始的时候 我们根据各种现象判断 它是从亚洲大陆的东南一带 迁移到台湾来 那个时候不叫南岛民族 到台湾以后才叫南岛民族 它不是空手来 是带着一些人工栽培植物 包括稻米 小米 甘蔗等 还要带着一艘寻福的 家里养的猪跟狗 一起到台湾来定居 后来才到那些栋株 扩散到南洋那些群岛去 不仅是这样 他们也带着一些寄生虫 我们头发上长的狮子 头丝 身上长的衣丝 臭虫 跳蚤也都带着走 语言学有很多证据来证明这些 这些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铜圆词 来证明这些东西 所谓铜圆词就是 同一个民族从古以来到现在 都保留一些话 一些我们说单字 比如说 我们说李玛 很多南岛民族都保持这个铜圆词 李玛意思就是说五 也是手这个词 别人说 Dua 是二 Turu 是三 Spat 是四 李玛 是五 Unom 是六 Bidu 是七 Waru 是八 Siva Block 是十 这些树词 台湾南岛圆 很多圆都保留 我们叫铜圆词 台湾地区以外很多圆也是保留 只是有的保留多 有的保留比较少 古时候的人 一定要生活 生活一定要吃东西 吃什么东西呢 他 一个是动物 野兽 一个就是植物 那植物以前早期都是采用一些野菜那些 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已经很聪明 他已经有自己栽种的稻米跟小米 他们也打类 因为它有弓 也有剑 而且有射击这样的同源池 有哪些野兽可以打哪一次呢 有猴子 有山猪 有鹿 有穿山甲等等 植物呢 有藤 藤条的藤 有竹子 有姑婆玉 有鼠玉 有破布子 野棉花 棉 茅 茅草 小米 稻米等等 有山梳 也有无患子 可以洗衣服用的 我只是以下说明 他们也有房子住 你不要先 五六千年前 他们并不住在山洞里 他们有房子 自己盖的房子 他们也会编织 也会编篮子 也会编草洗衣 也会做绳子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已经是半开化的民族 五千年前 我们南岛民族 有辉煌的历史 有高速的航海技术 才可能扩散到海洋 这么大的区域来 真是了不起的民族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李仁葵院士的分享 那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 院士的分享里面 可以了解到 其实不同的语族 包括我们所想象的到的 例如说像突厥语族 或者是南岛语族 他们经过漫长的时间的发展 但是因为近代 可能是殖民者 帝国主义 或者是资本主义 乃至于是工业文明 那将语言呢 他们本身的解构解体分化 然后也让所有的语言 都被掩盖在所谓的强势文明的下面 那到底我们还有哪一些 这个语言的故事 值得我们大家去探讨跟了解 对 我们也会知道彼此之间的这种海洋亲戚的关系 不过第一个我想请教下面的南波安老师 就是除了就像老师是写作旅行 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方法 可以让全世界让大家更深入的来了解 这个南岛语族他们的文化呢 其实大家都共同面临了一些 现代性的一些伤害 那么我想用最简单的语言就是大众媒体 你不管是从电脑还是从手机 还是从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个纪录片 这个是都非常好的一个 把整个南岛语族向世界扩散 让台湾它的源头被全世界看到 我们从这边来去做的话 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 基本的条件 所以呢就是老师还是回到就是 就是说比较生活面更基础的 先带大家认识 这个部分也确实说 就是说从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的话 你在地知识的建构后 实际上就可以跟其他民族互相的区隔了 也就是说这个连结是有 可是是互相独立的 是互相独立 可是不是互相排斥的 我想从那个李老师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 更深远的 那么我们现在 从另外现代性的一个生活来说的话 基本上我说我们都是住在不同的一个星球 可是这个不同的星球 我们有生活上的一些连结 大家是各自独立的 互相把这个台湾 非常丰富化 不管是语言的还是文化的 还是唱歌的还是乐舞的 这个部分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看到 是 对 当然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的这个李仁奎院士 跟我们分享 而且他准备了非常的多 来不及跟我们来讲 那当然在这个南岛语言研究上面 刚才老师来不及分享的部分 其实他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其实学会了南岛语言 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可以在语言里面发现 南岛民族共通的文化 还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更了解 就南岛语言的 尤其是台湾 在南岛语言里面它有哪些独特 或者是重要的地方 台湾南岛语言最大有两个特点 在刚刚讲过一个 一个就是他彼此差异最大 差异很大 这个差异最大 这个非常重要 语言会有差异越大 表示他住在这个地方的时间最久 所以最早南岛民族的发源地呢 最有可能就在台湾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它保留最多古语的特征 语言经过五千年当然都会变 有的会丢掉 那么就那么巧 台湾的南岛语言不只是比起差异最大呢 而且也保留很多很多古语的特征 这些特征只有台湾看得到 其他地区通通看不到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台湾南岛语言 南岛语言 绝对是个保障 绝对是我们要非常珍惜的 文化资产 我们的文化资产 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遗憾的 就是现在这些语言 都面临消失的危机 我猜想我们这位老师 他的下一代人 可能语言就远不如他那么好 他也没有他的父母心那么好 一代不如一代 现在恐怕几十年以后 这些语言都会消失掉 如果大家不珍惜他们的话 是 所以如果说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样珍惜跟保存这样的语言 我觉得这个重择答案 要请夏曼兰博安老师来做个总结 我想《仗兰见识难导》 这一系列的节目 我们开启了整个 我们对台湾所有的原作民 另外一种认识的开始 我们或许都已经播过了很多的 所谓的跳舞 歌声 可是跳舞和歌声 不会创造思想 我的理论是这样 可是我们在南语上所谓的古调 我会创造思想 我会创造思想 那我就是说一个海洋民族 刚刚李老师所谈的 我们下一代下一代的 这种传统的语言 或是所谓的语言 绝对会消失的 所以说我是认为说 这一次《仗兰见识难导》的时候 让我们开启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重新来去看待 我们作为 说从李老师的这种理论来说 台湾可能就是南岛宇宙的发言地 当然这是很有可能的 去见识到我们现在台湾的美丽 同样的我们这一代的人 他下一代不可能说的达悟的语言 比我们这一代的好 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 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趋势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今天说 我用身体去旅行 也就是说身体先到了之后 你自然的那种语言会进来 讲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我不去潜水抓鱼 我不知道这个鱼类的名称 我不去划船 我不去造船 我不知道这个树是什么树 这个就是台湾所讲的身体先到 身体先到了之后 你才能够去觉识 你在地文化的深度 广度 和它的广袤性 是 所以呢 在我们透过《仗兰见识难导》 这样子的节目 我们透过节目一系列的主题 我们来建立 就是我们重新来认识 关于南岛语族 还有我们的生活文化的知识体系 但我们重新去看见 就是我们在身为南岛语族的 我们跟太平洋 跟印度洋 甚至于跟世界的连结 那我们也在里面呢 得到了无论是我们回顾过去 还是我们看到的未来 能够继续走下去 那今天呢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意犹未尽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想知道的 希望下一次我们还有机会 跟老师们来对谈 然后做更精彩跟深入的分享 展览见识南岛 今天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在这个开放的海洋上航海 我只拥有了三样东西 那就是我在运作的头脑 在海洋上的身体 还有我移动在海洋上的自由 天涯也许我们到不了 但是海角我们都可以经过 但是我觉得是南岛民主 对于人类不停继续的启发 就像我们现在人类 迈向太空 迈向宇宙 是同一个心情 同一个灵魂